字幕提供 老师我特别喜欢你主持节目 我特爱听您说话 您好 今天见您真是特别高兴 谢谢 先站好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姓何 我是她的婆婆 看这两个人刚上来的时候多好 完全没有矛盾 我觉得她出着心 我没做错什么呀 那是我儿子 我也没把她当外人 我就当闺女一样 我觉得出着心 没有人 我没做错呀 这个媳妇怎么样 媳妇绝对是好儿子 好媳妇 对我跟她爸都挺孝顺的 我这眼神不好 眼神不好 他说妈您的手机也看不见了 就给我买个大屏幕的 回来看得特别清楚 完了有时候走到大街上 人也说 瞧你们俩跟姐俩似的 您看我们俩像姐俩似的 是不是像 再好又怎么样 都不亲 亲哪 我说不亲 那就以后就这样 拿头得当亲闺女一样 请问一下你什么感受 挺不好意思的 挺不好意思的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问题 其实有的时候 亲吻带来的是一种 亲切的感受 但得问问被吻的人 到底什么感受 在这个家里 毫无疑问 您是个女主人 对吧 对 在她那个家里面 谁是女主人 那就是她呗 所以说在她那个房间里面 她是不是有一切的自主权 那应该有自主权 对 所以您经常干涉别人内政 这怎么回事 我也没干涉的什么呀 我也没拿着当外人 就说你们俩新结婚了 也没有什么呀 亲闺女 对不对 对 好 改名叫您老公 也亲儿媳妇一口 没关系 亲闺女呀 那不行 那就不行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不是光男女 有别的问题 这关键是在乎于 内外有别的问题 比如说您不敲门那事 你从来不敲门 进人家的房间吗 哎 您别提着敲门 她平常她都不锁门 我每天他们起不来 我得叫去呀 那天我一推门 我又怎么呢 开不开呀 帮帮敲门 我是进去 我跟他们让人一队 您不想象 人家在里面干什么 白天都天亮了 该起床了 您干什么呀 我问你 您的儿媳妇说过 他们有一次 在一起亲密的时候 您闯进去了 您说一下您当时的感受 没什么感受 现在都什么社会了 都这么开化 你这走大街上 什么马路上 公交车上 那年轻的不都楼了包 你亲我一下 那有什么呀 我觉得他 你应该开放一点 是不是 是不是应该开放一点 我倒真想开放 您在边上 我开放了起来吗 那行 不是应该这样好不好 等以后我就 想进门的时候 我先听听 有什么声音 我再进 你说我情况 我先在外面听听 你还扒门眼是吧 那门眼不扒 我就先听听 有什么声音 我再叫他们去 这更可怕了 你随时都不知道 谁有一张耳朵 在外面 这事就是 就像刚才说 您亲他 跟亲您儿子的感觉 不一样 您因为他 他毕竟是后面 进这个家门的 所以你会觉得 不会那么的亲密 那么同样 人家在亲热的时候 您突然闯进去 人家也会有 那种同样的感觉 这是人与人之间的 基本尊重 对不对 虽然我们可以知道 您所表露出来的 是满满的爱 是吧 除此之外 您还有什么别的 刚才所说的问题 要跟自己的婆婆说吗 对 洗澡 洗澡 你先听我说 那洗澡 你说他们俩这上一班 上班都挺累的 那我都养成习惯 给他送衣服 那孩子洗完 洗完澡了 没拿 妈 叫他没拿 我就登登 我就拿给送 有什么呀 那打小时候 光屁股长大 有什么没见过呀 你说是不是 他这就生气 您说我这刚听 哎呀妈 那不是孩子呀 无所谓 现在都大人了 谁还没个隐私呀 您说您 夸进去了 您当时也不顾 小昊那个形象 多难堪呀 那图老师您说呢 你看 那洗澡的时候 我就不给他送 是吧 让他自己送 你哪怕是 拿个手伸进去 行 对不对 我觉得婆婆是一个好婆婆 而且特别慈祥 我觉得婆婆您对儿子和儿媳妇 表达这个爱意呢 是确实我们是要因为有个度 您为儿子付出了三十年 现在正好成家了 您一下不管了 让儿子儿媳妇 好好地伺候伺候您 您把家里的大权交给儿媳妇 让他来管这个家 您就负责享受您的老年生活 这样多好呀 是吧 但是我也觉得我们应该给我们的婆婆 或者是父母一个表现他们的机会 虽然我们现在有钱买最高级的时装 但我还常常愿意穿我婆婆亲手给我做的裙子 因为他们已经到了这个年龄 单位不需要他们了 儿女也不需要他们了 他们需要一点价值感 哪怕我能帮你洗一件衣服 帮你做一顿饭 我真的不嫌累 我希望我能参与一下你的生活 如果他们的身体能够承受 我愿意给他表现的机会 告诉他 妈妈在我们生活中很重要 作为儿子和妈妈的关系 保持亲密 但是没有界限的话 这也是会带来一个问题 因为那叫精神上 心灵上没有断难 如果你想让你的儿子顶天立地 能承担你家族未来的荣耀 和未来的方向的话 就放手让你儿子去和你的媳妇 过他们自己的生活 他们才能学会承担 学会魔力当中去成长 学会意境当中去面对 据了解在结婚五年之内 就离婚的这种所谓的 去新婚夫妇的离婚的主要原因 70%来自于夫妻之间 彼此没有女性 或承担夫妻该做的义务和责任 因为都给父母代劳 夫妻之间不共同患过难 不共同生活过 不共同带过孩子 你说那您叫夫妻吗 所以全部让你们给代劳 你说他们俩之间 还有稳固的 像您和您老板那样的 曾经的感情 那他现在也跟我们年代不一样 现在工作压力多大呀 一样 现在不管工作压力大小 都是他们应该面对 是他们的人生 否则就搞得好 变成了不像他们俩在谈恋爱 像你在跟他们谈恋爱 你说呢 我是想啊 我现在还年轻能干 可以他们多干点 下家时就怕你干的这些事 结果没干好事 是办了坏事 你把事全都代劳了 他理解不了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反正不做饭 家里有老妈子做 反正生了孩子有人带吗 那一内裤往那一扔有人喜吗 你说 他在过的叫一个人的生活 过的叫夫妻的生活 就是一气成宠了 你觉得没有独立的人和 怎么谈爱情 我是想等一会以后干不了 让他们俩再独立 行吧 有什么事 看你儿媳妇怎么来说 好不好 现在把舞台交给你们 接下来是婆媳之间的告白事情 妈 其实呢 我今天特别不想把您请到这儿 来说这点事 然后呢 我也知道啊 您做这些都是为我们好 可是吧 每次呢 看您 弯着腰 在那儿给小浩 洗那些贴身衣裤 我真是挺心疼您的 每次您匆匆忙忙 给小浩 拿那些换洗衣物的时候 真的怕您摔倒了 我们现在呢 都成人了 都长大成人了 不再是小孩了 希望您呢 给我们一些私人空间 让我们独立 我们早晚也得独立 而到时候呢 没有了您 我们不是这些问题 一样面对吗 您说 您现在不让我们干 我们要独立了 不是什么都不会吗 不等于害我们吗 您说对吗 您现在跟我爸身体 见见康康呢 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对我们最大的爱 不顿问慢 所以我希望您 能给我跟小浩 一个一点自由 一点私人空间 刚才呀 听到那个嘉宾呢 跟主持人说这些 我也有些反思 我觉得我 可能做的也有点太过了 以后呢 给您俩空间多一点 在这房没下来之前呢 你们俩愿意锁门就锁门 尽量不打扰你们的空间 等房下来以后呢 你们俩就出去住 搬出去住 要实在过不了 生活要是不行呢 我该管还得管 管我管 您不管谁管我们 您是我们妈呀 我就是社 小马 别哭了 麦 别哭了 麦 看昨天的红红走远了 在宁云广场中要等待 好了 以后不管了 该管还得管 刚才谁说的 我就是说他们以后要是自己出去过 真是过不好了 日子过不下去了 那我该管还得管 家里的大门始终向你闯开 对 这个我可以听 我想跟所有的子女所说的 父母不是可以和你一生相依为名 他们只能跟你相处一段时间 所以说有一种爱叫珍重 我想对所有的父母说 子女是什么人 是你死了以后 她还要过很多年 所以不要什么事情都代劳 而要教会她如何生存的权利 因为有一种爱叫放手 还是那种话 爱的多爱的少 不如爱的刚刚好 好吗 好 来 那我们拥抱一下 来 给您拥抱一下 来 你们 你们俩婆媳 我觉得是 真是挺好 你有孝心 婆婆也包容 所以说你们俩 就彼此互相珍惜吧 就不要在我们这儿 秀恩爱 好吧